NBA分享 诺维茨基的Knowitsky之前就曾在公开场合赞赏波尔辛吉斯 Chris Depp Stoltenges的表现 这次他在受访时再度给予这位小老弟极高的赞扬 他认为虽然很多人会比较他们之间的表现 但就他看来波尔辛吉斯的成就甚至有可能会超越他 天空才是他的极限 我可以跟你说他在防守端表现的水准比我当年还好 诺维茨基说他真的太出色了 因为他的场地可以让他自意的封阻对手 在进攻端表现上他可以在外线很轻松的投篮 这相当的可怕 现在他又增加了运球后出手的技术 更多轻松的低位转身杯框单打 波尔辛吉斯自从踏入联盟后 很多时候都会被拿来跟诺维茨基一同讨论 两人在今年夏天曾一起训练 开季之后 波尔辛吉斯作为球队一哥 带领尼克打出一波好成绩 当时诺维茨基就说他很努力 而且臂战很惊人 他的移动很迅速 是一名真正的球星 如今诺维茨基再度给予极高的赞扬 他认为波尔辛吉斯的表现比同期的自己还要优秀 甚至不排除之后的成就会超过自己 他比我当时的表现还优秀 在我第一年从德国来到这时 我那时候其实还打得很挣扎 但他却在菜鸟球技找出很棒的表现 如果他能保持健康并努力训练的话 我知道天空才是他的极限 诺维茨基说 他是个很出色的球员 而且很认真 他有七尺三寸的身高加上惊人的臂展 还有很出色的投篮技术 波尔辛吉斯在安邦尼·卡莫洛·安特尼离队之后 接下球队一哥的重任 本季出赛30场比赛 较出平均每场24 5分6 7篮板2 两次组攻的成绩 目前尼克战绩为18胜18败 位居东区第9